你好,欢迎收看4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省政府为了便利民众扫墓技组 4月3号到4月4号清明节期间 分别是在各个公墓还有13厢镇市的护镇事务所等全县 总共有43个据点来设置的服务台 提供鲜花、矿泉水、干洗手消毒液以及防蚊液给民众来使用 清明节连续假期,许多民众返乡共同前往扫墓追思祖先 为了方便民众扫墓技组,花莲省政府民阵处在4月3号、4月4号两天 在各个公墓还有13厢镇市的护镇事务所 总共有43个据点设置的服务台 提供鲜花、矿泉水、干洗手消毒液以及防蚊液给民众来使用 行动施政、人民有感 在清明年假时间非常多的乡亲返乡 县长徐真卫特别的关心各项清明扫墓辩明的措施 花莲省政府民阵处全员停止休假 从南到北在总共43处的公墓以及纳古塔来服务各位乡亲 提供了鲜花、矿泉水、手套以及毛巾等等 让各位民众能够领取 希望大家在清明扫墓技组的时刻也能够辩明人民有感 贴心的服务也受到民众肯定 许多人踊跃前往服务台领取矿泉水和鲜花 县长徐真卫也提醒民众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但是如果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情形 还是要戴上口罩 维护自己和别人的健康 花莲省政府清明扫墓辩明服务措施 鲜花及服务用品数量有限 八晚为止 外民众多加利用 介络会花音室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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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